2021年8月21号我在YouTube社区发了一条状态 说我在读了那本著名的5am club之后 已经坚持5点起床25天了 我当时之所以要早起的就是想弄清楚 这个早起到底是不是像那本书里说的那么神奇 能够让你效率倍增甚至彻底改变人生 今天是2023年的1月5号 我坚持早起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想我终于搞懂了早起的奥义 在这个视频里我就结合自己的真实体会 聊一聊我们对早起的误解 以及如何做才能真正让早起帮你改变人生 那视频的最后我也会分享一些 帮助你早起的实用技巧 现在是早上的5点15 那实际上在这次尝试之前 我有过两次失败的尝试 那两次都是比较激进的 就是想早上4点起床 但是每次都是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就放弃了 那我这次能够早起成功的 最左边是我当时经历了一个偶然 而这次偶然也让我发现了我之前失败的真正原因 你看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名人早起的例子 比如富兰克林早上5点起床 Tim Cook和迪斯尼的Robert Eiger 都是4点半起床等等 那这些例子在我们的潜意识里 建立了一种因果关系 那就是他们的早起导致了他们的成功 但是问题是即使早起和成功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它显然也不是立即发生的 当这种好处不是立竿见影的时候 光靠意志力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我之前每次失败后都会想起来 小时候老师批评我们的那句话 常立志不如立常志 对我就是那个常立志的失败者 然而我这一年多的早起的经历 让我获得一个新的角度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些成功人士的早起 并不是所谓的立常志 它更可能是一种无力不起早 早起的好处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更加立竿见影的 那我把这种好处归纳为两点 我认为他们才是早起的真正的奥义 第一我们应该focus在早起要做的事情上 而不是早起本身 第二深刻懂得早起实际上是和时间 进行的一种田击赛马的游戏 那咱们先从第一点讲起 那我一年前的这次尝试之所以能够成功的 是因为我当时有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学习如何做动画 那我这是一个偏知识类的频道 很多视频都需要使用动画效果 来呈现一些数据和原理 那早起的时候我跟很多人一样 都是从网上找那种现成的模板 那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确实能够帮我解决问题 但是随着视频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 那这些模板就很难满足我的一些特定的需求 非常浪费时间 我急切的就需要从这个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学会做动画 于是我就把每天早上的6点到8点这段时间 全部用来去做动画 这就是我当时的5am project 那这件事让我很快尝到了甜头 我每天学到的东西都能立即用到我的视频制作当中 开始帮我节省时间 然后我就突然明白了 就是我之前每次尝试早起失败是因为我在做一些别人告诉我该做的事情 比如什么冥想啊 阅读啊 运动啊 或者说去学一个自己并不真正需要的软件和工具 这里不要误会我意思啊 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 我是说这些东西不是我当时需要的 我当时更想解决一个急迫的问题 学做动画能给我提供更大和更立竿见影的好处 这就是我的无力不起早 那我到现在还记着就是刚开始那几天 每次学完动画之后 看看表也就是早上8点多的时间 对很多人来说啊 新的一天也就才刚刚开始 而我已经学了很多实用的东西 特别有成就感 所以我认为啊 想要真正的做到早起 你需要一个明确的5am project 那这个project可以有三种可能 那这个第一类5am project呢 可以是那些你特别需要做的事情 那所谓的需要呢 就是能够帮你去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事情 你比如说我学动画就属于这一类 那每个人的需要是不同的 比如我前几天有一个学生说 他要把自己的摄影作品打印出来 但是不会弄 那学习照片的打印就可以是他的5am project 再比如说你需要考取一个证书 那么准备考试就可以是你的5am project等等 那第二类5am project呢 可以是那些你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你比如说我平时读这种非小说类的书籍非常多 那我一直去想读一些小说 所以有一阵子我的这个5am project呢 就是去读指环王的三部曲 你看我这儿有他的这个原版的三部曲 然后还有两本这个画册 有一本是何比人的画册 那我当前的5am project就是学习西班牙语 那半个多月前呢我参加了Lingoda的在线语言课程 也有幸获得了他们对本期影片的赞助 为大家提供超级优惠 那Lingoda呢是一家总部在德国的在线语言学校 他们的课程包含英语 商务英语 西班牙语 法语和德语 那这些课程呢十分适合作为5am project 那首先呢他课程的安排十分灵活 无论你在哪个市区都能选到适合自己的时间 你比如我把这个课都安排到了早上7点 这样呢我每天就能5点起床 6点使用Lingoda的预期资料准备一下课程 那他们每节课呢是一个小时 所以我从7点到8点上课 Lingoda所有的课程都是通过Zoom在线直播 那老师们都是母语水平 使用目标语言受课 并且以不超过5人的小班或者说一对一教学 那老师们真的非常的强调互动啊 确保每个学生都有发言跟练习的机会 那每天晚上睡觉前呢 我会使用Lingoda总结的课程资料呢 来复习一下当天的课 这些资料包含老师给每个学生单独的反馈 做过标记的课件 我们上课时在Zoom聊天窗口里的笔记 还有归纳出来的知识点 十分的全面 那我之前呢其实是尝试过自学西班牙语 但总是三天打狱两天晒网 那参加Lingoda这种在线直播课的好处就是 它会促使你在规定的时间内show up 并且按照一个课程大纲来学习 那我选择的level呢是西班牙语A1级别 到现在已经上了十节课 掌握了很多常用的词汇 沟通数字以及重要的语法 那Lingoda非常好的一点是 他们提供7天的免费试用 你可以完全免费上三节小班课 或者一节一对一课程 那如果你使用我评论区的推荐链接 或折扣码注册的话呢 你的第一笔付费将享有30%的折扣 那如果你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学一门语言 我强烈推荐你免费试用一下Lingoda 来看看适不适合自己 那我认为呢 把学习一门语言当成自己的5M Project 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之一 OK那我们继续啊 那除了自己需要和想要做的事情外呢 第三类5M Project可以是一件特别不同的事情 那所谓的特别不同是指跟你每天的学习啊 工作啊不是特别相关的事情 它可以是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是个软件工程师 你可以早上做一些跟艺术相关的事情 研究一下什么艺术史啊 学习如何写歌作曲啊 学个园艺室内装修设计啊等等 那当然这个特别不同的事情 跟特别想做的事情可能是相同的 比如说我学这个西班牙语 我认为做不同的事很重要啊 因为它能给你提供新的机会和可能 也能帮你提高创造力 这就好像Google非常有名的20%法则 那就是Google鼓励员工 花费20%的时间 用在和自己常规工作 不直接相关的项目上 据说Google很多重要的产品 都诞生于这些所谓的不相关的项目中 那5AM Project呢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个人自己的20%法则 那说到这里可能就有人会说了 为啥非得是早上起来做这些事的 难道我晚上熬夜不可以吗 OK 这个问题的核心 其实就是早起的奥义的第二点 那就是早起实际上 是和时间做天际赛马的游戏 那想理解这个游戏啊 你需要知道大脑和时间的两个特点 第一 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像是抱着一个罐子 在做100米冲刺跑 我们的大脑呢 就是这个罐子 早上起来的时候 它是空的 也是我们最有能量的起跑阶段 那随着一天的推荐啊 我们大脑接受和处理的信息 跟噪音会越来越多 我们这个罐子呢 就会越来越满 我们跑得越来越慢 当我们最后冲刺的时候啊 也是我们最疲惫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睡觉 把这个罐子清空 第二天继续起跑 第二 我们大脑这个罐子里装的东西啊 很多时候并不属于我们自己 如果你起床之后就是吃饭上班 那么你就把大脑最有能量的时间 给了同事 老板 客户 商店 餐馆等等 这就好像你抱着这个罐子刚起跑 别人就开始往里装他们的东西 占据他的空间 当你快到终点的时候啊 你的罐子已经快装满了 如果这时候你决定做自己的project 要么这个罐子没空间了 要么你已经抱不动这个罐子了 实际上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从下班到晚上睡觉前是垃圾时间 我们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里效率很低 只能做一些无脑和机械的事情 比如刷手机 看电视 和别人吃饭等等 更糟糕的是啊 由于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发达 我们很多人会把这个垃圾时间呢 无限的延长 经常刷手机刷到后半页 这其实也是一种FOMO 就是不看手机的时候 好像就错过了整个世界一样 所以总结下来啊 我们一天中拥有最好精力 和最高效率的时间 都被别人占据了 很多人其实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更不要提什么自我发展 那早起做自己的5am project 就是和时间做天际赛马的游戏 我们把7点或8点起床提前到5点 从5点到8点 就是你做personal project的时间 你现在抱着一个空罐的旗袍 而且往罐子里装的都是自己的东西 早起的意义就在于 我们很自私的 把大脑最宝贵的空间和效率 主动留给了自己 那这段时间是别人想侵犯都无法侵犯的 因为现在整个世界还没有请过来 这时候没有工作 同事甚至家人的打扰 轮不到别人去填满你的罐子 我给大家看看早上5点多的外面啊 所以那些成功人士早起的原因可能不是他们的意志力有多高 而是早起这一段时间是他们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 他们为了自己在和时间做天际赛马的游戏 那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啊 如果早上5点起床 那我怎么去保证7 8个小时的睡眠呢 这个答案很简单啊 那就是9点或者10点上床睡觉 因为我们从下班到睡觉这段时间 本来就是被手机或者别人占领的 是大多数人本来就会浪费掉的垃圾时间 所以把一部分垃圾时间变成睡眠和5am project的时间是非常合算的 这也是和时间在进行天际赛马 那实际上当你把这个5am project清晰的定义好之后呢 你起床其实就没有那么的难了 不过这里需要强调一点 就是你没有必要逼迫自己后半生的每一天都要坚持早起 比方我们起来是做这个personal project 当你这一个project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去中断一段时间 不用感到就是内心有内疚啊 而且我们的生活也不一定能允许我们每天都早起 你比如我今年会去欧洲旅行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横跨好几个市区 那我是不可能每天早上起来做我自己的5am project的 所以听到这里你明白了早起的奥义了吗 如果你想做自己特别需要特别想要 或者特别不同的事情去提升自己 对大多数人来说 早起做自己的5am project 可能是你最务实也是唯一的机会 那这个早起当然也是有技巧的 那像我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就是 先会咕咚咕咚喝一大杯水 然后呢就出去散步十几分钟左右 那如果天气太冷的话 我会站到我家后院 让冷空气把我给吹醒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做那种 稍微聚了一点运动 让自己身上出汗 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 那实际上就是你在坚持了差不多两周左右 你在生物中就自然的就会把你叫醒 就没那么困了 像我今天早上就是4点50就醒了 再怎么睡不着了 那想早起的第二点就是 为了防止我们看手机啊 头天晚上睡觉之前就可以把手机放到客厅里 那早上你可以拿那个闹钟 或者说你像我拿这个Apple Watch 来把自己给叫醒 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到点之后 它会在你手腕上玩命的震 但是也不会去吵到别人 这是挺好的方法 那我也知道就是很多人想提前睡 9点10点睡 就是怎么睡也睡不着 而且第二天醒来之后还会不舒服 那这个其实有科学根据的 就是研究发现 如果你这个人 就是超过 就打破你平时的入睡时间 超过一个小时 那无论你晚上睡多久 你第二天怎么去补觉 你都会感到非常的累 所以呢 如果你想调节睡眠 就是每次以半个小时为基准 提前半个小时睡觉 然后提前半个小时起床 直到达到你的这个目标的起床时间为止 早起其实不是成功的原因 你的5am project 才是把你和别人区分开的重要因素 那OK那以上呢就是我一年多坚持早起总结的一些感悟吧 那如果你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提升 并投资自己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的话呢 我也强烈建议你开始自己的5am project 加入我这个五点起床俱乐部 那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把自己早起的心得和你的5am project分享给大家 我们一起共同进步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再次感谢Lingoda的赞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